我穿书了 太穿 可谓战尽先机 可我一直长到23岁才猛然想起 自己其实是一本霸道总裁文理的恶毒女配 男主路然的拜金钱女友 而这时候 我已经和路然谈了两年恋爱 成了娱乐圈炙手可热的当红女星 巅峰时期公布恋情 人生轨迹完全按照小说发展 两个月后 路然会被我磨平耐心 对一个38线小心人一见倾心 两人和和美美 而我身败名裂 苍天哪 我坐在化妆间崩溃大喊 我怎么会直到现在 才想起自己是穿书的呢 别人穿书都是大号皮马甲 只有我是彻底清零重新练起 沉默 你干嘛呢 综艺马上开始录制了 正在我崩溃之时 一个身着干练 由着大波浪卷发的女人 闯进了化妆间 爱姐 我恨不得抱着我亲爱的经纪人 嗷嗷大哭 在故事后期 我这个恶毒女配 为了拆散男女主 抢回路然 开始疯狂做大死 舞台滑水 演戏替身 甚至爆出私生活丑闻 逼走了最后一点真爱粉 最后身败名裂 只有经纪人不离不弃地 陪在我身边 少在这给我食苦肉计 给你20分钟 立刻调整好状态 粉丝和嘉宾都等着呢 爱姐丝毫不为所动 冷酷地下达最后通力 但她不知道 这档选秀综艺 简直就是我的催命符 女主何清零 活泼可爱 又自强不息 为了改善贫困的家庭 参加选秀 而我家境富裕 整天在路然面前 坐天坐地 再有一次冷战分手后 路然没再求我和好 而是被何清零 这朵自强不息的小白花 吸引了目光 彻底把我甩了 如果这节目我不录了 违约金一千万 沉默耍大牌 立刻上热搜好的 我马上到 我愤愤地梳着头发 再次懊恼 自己想起来的太晚 节目现在已经官宣 所有选手粉丝导师 都到齐了 我想逃 却逃不掉 穿好大红色的舞台裙 带好麦 在闪亮灯光 和无数粉丝的尖叫声中 升降台缓缓升起 刻入骨髓的舞蹈动作 早已清澈熟路 我随着音乐摆动 尽力展现着最好状态 舞台正前方 一个头戴粉色发孤 举着我姻缘服的俊美男子 正眉眼含笑地注视着我 我动作一致 MD路然 这个狗男人 赶来和女主一见钟情了 导师舞台展示结束后 选手依次登场 我强迫自己 专心地给出评价 每个练习生 走到这个舞台都不容易 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私事而分心 可到女主何清凌出场时 我实在控制不住视线 一直往路然座位瞟去 想看她的反应 她在我的左后方 我不动声色地观察着她 女主表演结束后 她突然比了个手势 导演立刻叫了暂停 宣布休息五分钟 我心头火气更旺 看吧看吧 何清凌才露了一面 她立刻就被迷住了 我越想越气 还带有一丝委屈 眼圈都变红了 胡思乱想间 低沉的语调在我耳侧响起 宝宝你怎么了 眼睛怎么抽筋了 我无语地拍掉她 试图俯上我眼角的手 开什么玩笑 我今天画的可是舞台妆 眼睛billionbillion的可好看呢 怎么能被臭男人毁掉 谁眼抽筋了 你赶紧给我回去好好坐着 你刚才眼睛一直一抽一抽的 还红了 别露了 咱赶紧去医院看看吧 路然拉上我的手就要起身 感受到现场众人吃瓜的目光 我直接伸手 拧上路然后腰威胁 赶紧给我回去坐好 路然疼得暗暗吸气 悄悄勾了下我的掌心后 赶忙回到了观众席 节目继续 导师们纷纷为女主打分 骑刷刷的 C 女主没有丝毫泄气 举着公元气满满道 我会继续努力的 她没胡说 她后来确实努力爬到A班 最后C位出道 节目录制结束后 我偷偷躲在楼梯间角落吃小蛋糕 这是我的小癖好 心情不好 或者很焦虑的时候 就会躲着经纪人吃甜品发泄 吃到一半 突然听到楼下楼梯间大门 被推开的声音 接着一道坚力刻薄的女生响起 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 装什么装 我眉头促起 你在栏杆上 低头去看 是谁这么没礼貌 这一低头 就和何清凌视线对了个正正 真是冤家路窄 何清凌一看见我 眼眸迅速聚起水雾 白嫩可爱的小脸泛起红韵 模样毫不委屈 干嘛呢 我冷冷开口 端着小蛋糕 顺着楼梯往下走 看着何清凌对面化着浓妆 此刻有些惊慌失措的女孩 你叫什么名字 哪个办的 我叫余秀 是F班 女孩说话声音很小 不负刚才的嚣张跋扈 听着这个名字 我一阵恍惚 余秀 书中的恶毒套灰 女主高中同学 在学校的时候 就以欺负嘲讽女主为乐 参加选秀后 看着女主分级比自己高 更是变本加厉 最后被路然给收拾了 我倒是不知道 这档节目里 还能允许这种霸凌行为存在了 录制第一天 就这样欺负同辈 不知道导演知不知道 我这番话说完 余秀瞬间白了脸 陈老师 我错了 求你不要告诉导演 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余秀急得都要哭了 他特意选了没有监控的楼梯间 可还是被人发现了 要是被导演知道 他的演艺生涯就真的完蛋了 我文言并未出生 而是转头看向何清凌 他拽了拽我的衣袖 轻轻摇了摇头 我瞬间了然 又说了余秀几句后 将他放走了 陈老师 谢谢你 何清凌有些害羞的低头致谢 而我只是摆摆手 说句不用客气后 便迈不离开了 笑死 谁对着现男友的未来女友 能和颜悦色 反正我不能 宝宝 出来啦吃完小蛋糕 来到停车场后 陆然殷切地迎上前来 为我打开了副驾驶的大门 刚刚坐好 他就递过来一把车钥匙 明明是清冷静郁的脸 却笑得和条大狗一笑 当当情人节礼物 喜欢吗 听着陆然叙叙叨叨的话 我突然想起 小说后期 我经常被拿来和女主做对比 前女友太败金 总是收车子和昂贵礼物 而女主面对这些 却满脸不屑 甚至因此和男主冷战 认为男主拿钱侮辱他 我纠结几番 还是将车钥匙放入包中 钱啊 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不喜欢钱吗 宝宝 你在听吗 陆然看着我走神的样子 轻轻掐把我的脸蛋 陆然 你知道吗 我差点就能上清华了 如果我胎穿后没诗意的话 绝对是个天才儿童 努力读书 清华北大不是梦 可是你初中过后 数学就没急过格 我那时候总给你补课 陆然话未说完 就被我伸手捂住了嘴 他到底在瞎说什么大实话 我愤怒称逝 陆然却眼含笑意的 清了下我的手心 我修得不行 举起小拳头捶他两下 他后着脸皮笑嘻嘻道 宝宝 再多给我按摩几下 我喜欢 我彻底无语 直接不理他 回家的一路上 我都在思考 陆然和我怎么会 都是书中的人呢 小说里的他不苟言笑 整天摆着一张脸 是标准的霸道总裁设定 可我认识的他 像知名媚的大金毛 偶尔浪荡又撩人 小说中我们没有好的结局 难道我就要抱着 及时止损的念头 为了自保放弃这段感情吗 我转头看着他帅气的侧脸 开始发起呆来 20分钟后 陆然把车平稳的停入车库 随后转身向我猛扑过来 我嫌弃的推着他的大脑袋 向我打红抱起 进了家门 我躺在大床上 抬起疲累的胳膊 掐了下陆然的俊脸 开口询问 你觉得何精灵怎么样 他像不像温暖的小太阳 陆然猝起眉头 不解的扭头看我 那是谁 我内心一阵无语 小说理你 可是亲口说 他像小太阳一样温暖你的心 就是节目暂停休息 之前表演的那个女生啊 我再次提醒 哦 陆然恍然大悟 我一脸期待 没注意 我光注意你了 当时 你眼角一抽一抽的 老婆 真的不用去医院看他吗 眼抽筋可不是小事啊 他又开始担忧起来 扭过身想要抱我 气得我一把将他甩开 翻过身 自己睡了 我真是对牛弹琴 白费功夫 第二天一大早 陆然早早起来上班 而我被爱姐接走去拍杂志封面 行驶的保姆车上 爱姐拿着手机 查看着我接下来的通告 而我则在补眠 封面拍完之后 生活类综艺也该开拍了 你和陆总记得准备好 什么综艺 陆然要准备什么 我一脸猛 爱姐表情无语的 敲了敲我的头 一起来生活 你忘了 当初和选秀综艺 一起签了合同的 你带着几个选手去参加 宣传节目 陆总作为投资商也会去 之前不是已经和你说过了吗 靠 我猛的直起身 这么重要的剧情 我居然完全忘了 这个生活类综艺 是采用很新颖的直播形式 每个嘉宾都有单独的摄影师跟拍 就是在这个节目里 我又一次成了女主的对照组 两天上了13的黑热搜 我粉丝控屏都控不过来 我颤颤巍巍的试图开口 却被爱姐当场截住 不能毁约 给我老老实实去参加 我心不在焉的拍完了杂志 拍摄结束后 有个简短的小采访 我凭借着多年经验 含糊着应付完 主持人笑眯眯的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 咱们默默的理想型是怎样的男生呢 由于我还在想女主和清明 和以后的剧情发展 于是不假思索的答了一句 像小太阳一样的 回到家后 我一进门就看到路然在哼着歌收拾行李 这么高兴干嘛 要和你去参加综艺节目了 当然开心 路然一脸甜蜜 我却满心苦涩 我害怕我还是无法抵挡剧情的力量 最终失去路然 失去我所拥有的一切 你工作不忙吗 要不你就别去了 出于私心 我并不想让路然与何清明 有接触相处的机会 此话一出 路然立刻停下收拾的双手 略有不满地看着我 为了有空参加这个综艺 我特意加了几天班 将项目都提前收尾了 嗯 我们以后也可以一起出去玩啊 不一定非要这次嘛 还有摄像头拍摄 会很不自在的 我试图解释 路然却并不买账 到底为什么 你这两天很奇怪 我哑口无言 难道我要告诉他 这只是一本小说 你是男主 而我只是恶毒女配 告诉他 我只是个普通人 也会害怕 会恐惧 怕失去他 失去我所拥有的一切 最终我什么也没说 路然破天荒地生起了闷气 反着脸 却还是将我要带的衣物 整理得整整齐齐 我们之间的冷战 一直到节目开始都未停止 路然拉着两个大行李箱 和我一起走到一个 山清水秀的小村子里 找到节目组的房子后 一推开院子大门 才发现选秀综艺派出来 宣传的练习生已经到齐了 分别是女主何清凌 上次在楼梯间 见过的炮灰鱼秀 和其他几位学员 节目常驻 MC是曾经的当红影后李颖 和他的富豪老公王源 李颖曾红极一时 与青梅竹马的富豪老公结婚后 就逐渐淡出了圈子 前两年重新复出 靠这个田园生活节目 和老公在镜头前狂秀恩爱 吸引了一大批CP粉 我们一进门 大家都热情地过来打招呼 王源更是殷勤地过来 为路然拉行李 王源的公司虽然规模不小 但到底比不上路然 于是总是上赶着和路然搭话 脸上挂着谄媚的笑容 李颖看不过去 不动声色地拽了王源几下 脸上带着一丝嫌弃 好了 既然大家都到齐了 那我们马上开始第一个环节 照顾小动物 李颖笑迷迷地开始走节目流程 我心里却是一个咯噔 照顾小动物 就是这个环节 和青林大放异彩 表现得善良又可亲 被网友夸成了天使 而我被分道去照顾小狗 却不被小狗喜欢 黑粉大肆宣扬 说我内心恶毒 才不被小动物善待 我们这个环节 是抽签决定自己要照顾的小动物哦 李颖话音刚落 王源就抱着一个大纸箱上来 诺诺先来吧 李颖和善地将我拉到抽签箱前 我弯唇笑笑 优雅淡定 内心却疯狂祈祷 别抽中小狗 别抽中小狗 我缓缓拿出一张纸条 果然不是照顾小狗 我松了一口气 定睛一看 喂大鹅 我刚松下的气又提了起来 抽签完毕后 何金林和鱼秀抽到了打扫兔笼 路然抽到了照顾小狗 其他学员是赶小鸭去水边游泳 李颖和王源则是放羊 路然拽了拽我的衣袖 拿着手中的纸条 别别扭扭地开口 我们换换吧 我看着纸条上的照顾小狗 果断摇头 不 我就去赶大鹅 我喜欢赶大鹅 路然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还想再劝 可是大鹅 我听过没听 已经一溜烟跑走了 开玩笑 我就算被大鹅欺负死 也绝对不会去照顾小狗 走上小说里的老鹿 穿好围裙 拿好装备 我自信满满地去了鹅圈 就算在网上听说过大鹅的凶残 我的内心依旧抱有一次侥幸 不就是大鹅吗 那么矮 那么小 能有什么杀伤力 我就不信我还对付不了它 来来来 吃饭了 我把打开鹅圈 把饲料均匀地撒在石草里 大鹅们老实地上前吃食 我正暗暗得意 任务简单 却突然发现一只大鹅向我走来 它伏低身子 脖子伸长 翅膀微微展开 我察觉不对 慌忙向后退去 大鹅直冲我而来 我吓得呲哗乱叫 慌忙叫着摄影小哥帮我 谁知摄影小哥更害怕 举着摄像机 身姿矫健的后退 大鹅却和没看见他一样 紧盯着我不放 于是村子里出现了一抹奇观 我疯狂逃跑 大鹅疯狂在后面追 摄影小哥扛着机器拍摄我俩 最后我胡乱跑到了一处小院子 院门打开正式路然 他正在这里照顾小狗 路然 路然 哇哦 救命 我崩溃地冲到路然怀里 路然反手将我护到身后 紧追不舍的大鹅跟了上来 我正想扯着路然快跑 却看见路然动也不动地 直直盯着大鹅 大鹅也伸着脖子直直盯着路然 一人一鹅对视良久 最后大鹅拖着翅膀怂怂地跑走了 我 这大鹅居然如此气软怕硬 真是可恶 我受到了严重的惊吓 被路然扶回摄影小院休息 好了不要怕了 大鹅已经被赶走了 路然往我手中塞了一杯热水 柔声安慰 我呜呜夜夜 回去就吃铁锅炖大鹅 好好好 吃吃吃 路然哄着我 声音中带上几分笑意 手机铃声突然响起 公司经理打电话过来 有工作汇报 他揉了我的头 表明马上回来后 就去阳台接电话了 我擦擦泪痕 心神未定地坐在沙发上 正在这时 何清凌进了门 睦睦姐 你怎么样 他关切地围过来 坐在我身边 拉住了我的手 满脸都是着急 我一听说消息就过来了 大鹅可凶了 吓坏了吧 我眼圈红红地点点头 大鹅真的太凶了 对了姐姐 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何清凌说着起身 从包里掏出一个 小巧的草莓蛋糕 上次看见你偷偷吃蛋糕 觉得你会喜欢 就亲手做了一个送给你 也算是谢谢你上次帮我 女主解开小蛋糕的包装盒 温柔地解释 我心立刻软软 这什么神仙女生 也太好了吧 我接过小蛋糕 吃了一口 双眼一亮 太好吃了 你手艺也太绝了吧 听着我的夸赞 何清凌抿唇笑笑 露出两个小酒窝 有些羞涩的样子 姐姐喜欢就好 对了 姐姐 何清凌抬起手撩了一下 我差点吃到嘴里的头发 温柔地注视着我道 你受惊吓这么严重 陆总怎么没陪在你身边呀 真是太过分了 如果是我的话 一定会保护好姐姐 一直陪在姐姐身边 这女主 怎么有点不太对劲 我还在细想 何清凌话中的意思 陆然已经打完电话 从阳台走了过来 脸色阴沉 目光锐利地看着何清凌 我当然会陪在我老婆身边 我们 小两口的事 就不劳和小姐费心了 和何清凌聊起夹边秀发 丝毫不惧地对视回去 声音轻柔 却毫不退步 陆总现在还没和姐姐结婚 叫老婆有些不对吧 更何况 何清凌转头看着我柔柔笑起来 我只是关心姐姐罢了 我老婆可没有什么便宜妹妹 陆然坐到我身侧 伸手用力地揽住我的肩膀 我看看左边的陆然 又看看右边的何清凌 整个人头都大了 这两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正在这时 我的手机响了起来 我顿时松了一口气 笑意满满地接起电话 喂 爱姐 有神事吗 默默 你上热搜了 爱姐话音落下 我恨不得晕死过去 上热搜 我还是暗原剧情发展 被骂了 战况如何 我心如死灰 非常好哈哈 行啊默默 宣传费又省了一笔 继续努力呀 争取再上一个 爱姐声音中饱含喜悦 我却彻底猛了 挂掉电话 赶忙登上账号 热搜第一 沉默被大鹅追热搜第二 那些年 被大鹅支配的恐惧热搜第六 沉默搞笑 女我一头雾水的点进热搜 战战兢兢地点开评论 被满屏的哈哈哈哈直面冲击 有的网友在肆意嘲笑 被大鹅追得满村跑的我 有的网友在回忆童年时 被大鹅追着拙的悲惨经历 有的网友甚至把我做成了表情包 这是什么情况 原本的黑热搜他居然变红了 路然被我的快速转变震惊了 胡说 我立刻反驳 我没说过 就是嘛 姐姐没说过 何清凌笑嘻嘻的附和 那么可爱 怎么可以吃 是把姐姐我顶着路然愤怒的眼神 头都大了 他俩到底怎么回事 我正考虑怎么脱身 摄像小哥的声音就从门外传来 陈老师 您休息好了吗 我们要继续录制了 我连忙站起身 休息好了 休息好了 笑死 还管什么休息 直接开溜 到了院子里 我才发现大家都已经到齐了 准备好后 机器重新开机 李颖对着我们 笑着重新开口 照顾小动物的任务 大家都远满完成了 接下来 我们来分配第二个任务 就是抽签劳作 劳作 不会是要种地之类的吧 我可舍不得小颖太累 王源在一旁试试开口 满脸都是担忧 哎呀 你说这些干嘛 意外死了 李颖一脸娇羞的捶了王源一下 脸颊泛起红韵 小女儿姿态十足 两人打情骂俏一番后 李颖接着道 好了 言归正传 这次采取分组形式 任务完成的好呢 我们晚上吃烧烤哦 大家配合的欢呼起来 一次上前抽签 我和路然一组 抽中了去田中除草 王源和李颖抽中了收割韭菜 何清灵和鱼秀 则抽中一起上山挖笋 我看着何清灵和鱼秀站在一起 心头盈盈有些放心不下 怕鱼秀又欺负她 担忧地望过去 正对上何清灵笑于盈盈的双眼 她眼神示意我放心 我点点头 拿起锄头和路然出发去了田里 烈日当头 我刚用锄头刨了两下地 就感觉一阵阴影从头顶罩下 抬头一看 路然正举着一片大荷叶 挡在我的头顶 她板着脸将荷叶塞到我手中 将我推到了一旁 自己拎起旁边的锄头 蹲下身快速除起了草 虽然从小就是食指不沾羊春水的大少爷 可此刻干起农活来却有模有样 很快就掌握了技巧 我举着的荷叶百无聊赖地观察了下四周 节目组找的村子果然煽清水秀 旁边池塘里开满荷花 岸边还种着高大柳树 是我许久都不曾看到的景色 哐当 突然的声响打断了我欣赏景色的眼睛 我转过头 正看到路然捂着手蹲在一旁 锄头则被丢在脚边 我焦急地走上前 掰开她握着的手 看见了点点血迹 怎么了 怎么割到手了 没事吧 我赶忙找节目组借了医疗箱 拉着路然消毒上药 心疼得不停抱怨 这么大的人了 怎么也不看着点 小时候跑步跌倒 长大了除草还受伤 节目组也是 搞得什么破任务 我刚刚也应该和你一起的 路然专心地看着我愤愤鼓起的小脸 突然偏头亲了下我的侧脸 眼睛里满是愉悦 老婆 你好爱我 我也好爱你 我我一愣 随后猛然觉得眼眶有些湿润 很多年前的那个午后 青涩稚嫩的路然 穿着校服 和我并肩站在树荫下 一向高冷的脸上满是紧张 鼓足勇气结结巴巴的开口 你喜欢我 我也喜欢你 我们在一起吧 那时的太阳和现在一样热烈 蝉鸣也和现在一样响亮 就这么一转眼间 我已经和路然 指手走过了这么多年的春夏秋冬 我勾起唇角 和当初亮笑了起来 伸手揉了揉路然蓬松的头发 说了和当时一样的回答 笨蛋 去他妈的剧情 去他妈的女配 我就是沉默 路然就是路然 不是冰冷的文字 我们就是无比鲜活 有血有肉的人啊 我爱着她 而她同样一身爱着我 我们不被任何东西决定 只跟着自己的心走 我猛然觉得豁然开朗 这么多天的困扰 纠结在一瞬间 变得可笑起来 我抬头看了眼太阳 拿起一旁的锄头 快点吧 干完 活我还等着吃烧烤呢 路然黑黑笑着腻在我身边 我来坐着好 老朋友去旁边对我加油 我俩嘻嘻哈哈的完成任务 牵着手往回走 刚来到小院门口 就看到何清凌 于秀和其他嘉宾 都一脸尴尬的站在外面 我这要询问 突然听到院里爆发出来的 巨大争吵声 王源你他妈就是个废物 韭菜都不会割 任务都完不成了 还只知道偷懒 李颖声嘶力竭的怒吼 在没有之前的温柔和煦 还不是你抽中这么个破任务 你这个倒霉女人 自从跟你在一起 我生意越来越差 就是你给客的 王源毫不示弱的吼了回去 是 我就是倒霉 才嫁给你这么个东西 李颖摔门而出 和我们撞了对面 她脚步一致 抹了下眼角泪痕 头也不回的大步离开了 我们不约而同的忽略了 这个尴尬的小插曲 节目组随便找了个借口 搪塞观众 随后开始准备烧烤食材 我坐在何精灵和路然中间 左手烤鸡翅 右手烤肉串 满脸的生无可恋 姐姐 尝尝这个可好吃了 我专门为你烤的 何精灵语气甜甜 眼神却不屑的暗暗挑衅 我老婆不喜欢吃这个 她只喜欢我给她烤的 路然咬牙切齿 紧紧握着我的手腕 两人暗暗较劲 我却受不了了 借口上厕所 赶紧溜了出去 却没想到 在院外转角处 看到了正在抽烟的黎尹 此时的她 全无白日的温柔和煦 眼妆凌乱 脸上满是烦躁 我心中尴尬 笑着打了个招呼 便准备离去 却被黎尹叫住 你很得意是不是 她语气不善 躲不到我面前 悠灾地吐出了烟圈 我皱着没后退 看着与白日 盼若两人的她 直觉麻烦 只想赶紧离开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还有事 她又一次拦住我的去路 只见烟雾缭绕 急着走什么 你很像十年前的我 天真 幼稚 拥有美好的爱情 和当红的事业 可这一切 就像这烟雨一样 吼 吹一口 就散了 见我不言 她没烧高挑 枯花的眼影 滑稽地蹭在脸颊 语调激讽 我知道 你们都在看我笑话 在事业顶峰 嫁给了青梅竹马的爱人 此后淡出娱乐圈 婚后 丈夫事业进入低谷 花心出轨 我想复出 却早就没了影后光环 只能和感情 早就破裂的丈夫上综艺 吵CP 幸好我演技够好 而且还有傻子被我们蒙 让我能成功翻红 我对你的生活不感兴趣 我实在没懒得了解别人隐私 也对他将我拦在这里 感到莫名其妙 语气中 也隐隐带出了火气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的今天 就是你的明天 临影掐灭香烟 直视着我的双眼 模中情绪复杂 看我们的经历多么相似 现在你和陆总看似了恩爱 实际上吧 很快就会两看生厌 他会被别人吸引 而你会和我一样 他说着 说着轻笑起来 脸上满是愉悦 真期待看到这一幕 我吃笑一声 用舌尖抵起塞边软肉 你真可悲 其实心里很嫉妒我吧 你说什么 他像被戳中痛脚般尖叫出声 我嫉妒你 也不完全是嫉妒 还很期待我得到和你一样的结局 带着高高在上的 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怜悯 我双手抱胸 缓缓靠近林颖 他不由自主地后退一步 脚跟碰到墙面 发出清脆声响 和老公感情破裂就离婚 想东山再起就好好演戏 想赚块钱参加综艺 就好好讨好观众 你的不幸与我无关 少把一切扯到我的头上 还有 我们一点都不像 你是你 我是我 路然也不是你那个废物老公 懂 可能是我平时表现出来的性格交好 林颖完全没想到 我会直接对她 表情空白一瞬 眉眼又马上带上力气 这要开口 却被突然出现的路然打断 路然揽着我的肩膀 清冷的眼神扫过林颖 吓得她瞬间近身 脸上下意识地挂上笑容 好家伙 不止大额欺卵怕硬 林颖也一样 李小姐今日说的话 路某记住了 路然说完 不再看林颖灰败的脸色 带着我转身离开 你怎么突然出来了 我笑嘻嘻地拉住路然衣袖 将手塞进了她的口袋里 出来找你啊 你一直不回来 还以为老婆丢了 路然在口袋中握紧我的手 暖着我有些凉意的手腕 老婆 你别听林颖说的 我们我知道 我打断路然的话 轻轻呼出一口气 笑着开口 我之前也怀疑过 我们的未来会怎样 但现在我想通了 我不需要知道未来如何 现在我们是相爱的 那就凭着自己的心意走下去变好 不必太在意担忧 还没有发生的事情 以后如何 谁又说得准呢 路然表情严肃 看着我没眼神难得的认真 我说得准 我们会在一起一辈子 我蛮唇一笑 轻轻地靠近了她的怀里 第二天一大早 完成了节目组设置的 两个小游戏后 我们开始准备踏上返程 李颖和王源 早已恢复之前的状态 又在镜头前秀起了恩爱 李颖也像什么都没发生一般 温柔地和我打着招呼 我默默回应后 便不再开口说话 返程的车上 爱姐再次打来电话 声音里是掩饰不住的喜悦 默默 你又上热搜了 我一头雾水地点进微博 发现我居然和何清凌上了热搜 我俩的CUT被单独截出 配上微美BGM 愣是整出了点粉红泡泡的味道 打开评论区 满满的全是KSWL KSWL CP可以冷门 但不可以邪门 这都什么呀 网友牙扣真硬 怎么什么都磕 我满脸无语 爱姐却摩拳擦掌 趁得势头正好 要不咱们天把火 趁机炒个CP 我在听我还未回话 路然慢悠悠的声音 便在耳旁响起 爱姐吓得立刻闭嘴 声音地转移了话题 那个 之前领导那里试镜的角色 一轮面试已经过了 她说过几天 再找你约第二轮 真争气啊 我的默默 没什么事我先退下了 不打扰你和路总 爱姐火急火燎地挂断电话 生怕被路然碾上 你看你把爱姐吓得 我忍不住轻轻抱怨 路然却理直气壮地 耍起了小脾气 你少和何清凌走得那么近 她一看就是别有用心 居心不轨 心怀叵测 听着路然一口气 用了三个成语 我直接笑倒在她怀中 同时又不禁开始感叹 这剧情跑偏的 男女主怎么不但没有相亲相爱 反而反目成仇了呢 随后又打断脑中想法 强迫自己 不要再去想什么剧情设定 让一切顺其自然 日子一天天过去 我参加了领导新戏的二次试镜 同时继续参与着选秀节目的录制 平时刻意多关注一些何清凌 怕她像上次一样被人欺负 还要抽空安抚路然这个爵士 超级大粗包 甜蜜又无比心累 终于熬到了选秀节目 进入半决赛 看着何清凌以第一名的成绩成功晋级 听着观众席上粉丝们的疯狂呐喊 我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类新的节目终于快要结束了 可不料刚到后台 便听到比赛开始前 有人往何清凌鞋子里放图钉的事 你怎么知道的 何清凌现在在哪 我一把拽住和人闲聊的工作人员 紧张地开口询问 上台之前 何清凌检查鞋子的时候发现的 他拜托我们不要声张 刚才他好像和于秀一起出去了 工作人员被我的表现吓了一跳 无比快速地回答了问题 听着何清凌和于秀一起出去的消息 我心头一慌 上次碰见于秀欺负何清凌的画面 在脑海浮现 我脚步加快 怕何清凌这次又被欺负 七拐八绕间 我终于在走廊拐角处 看到了他们的身影 正要上前 却看到何清凌撩起头发 一脚将于秀踹到地上 不是早就和你说过 别惹我了吗 何清凌一改往日的乖巧外表 声音中含着危险不耐 上次的教学还没吃够 想要再体验一次吗 于秀文言铭起双唇 眼中满是恐惧 却还是钻紧拳头 毕声道 从小到大你 家庭环境不如我 父母亲人不如我 凭什么大家都夸你 都喜欢你 这次半决赛 还是我被淘汰 你晋级 连陈默这种大明星 都处处护着你 你明明最虚伪 陈默一定不知道你的真面目吧 要是他知道 闭嘴 何清凌上前 揪住于秀一金 将人重重按在墙边 于秀却冷冷笑出声来 怎么 害怕啦 怕他知道你恶劣的真面目 怕所有人都知道 你根本不是什么 温暖人心的小太阳 而是阴暗的毒蛇 何清凌气氛非常的举起拳头 准备直接打上去 却被我出声阻止 何清凌 我话音刚落 就清楚地看见 何清凌身子僵直 久久没有回头 似在逃避什么 他手腕松开 于秀正脱前置 转身离开 走之前还得意地 冲何清凌笑了笑 我走上前 皱着眉头看向何清凌 他却低着头 不敢看我的脸 你如果在这里打了他 前途可就毁了 这里没有监控 于秀脸上没伤 没证据可能不要紧 可何清凌如果真的打人 留下伤痕 于秀如果想掀起舆论 就容易太多了 默默姐 对不起 何清凌咬着下唇艰难出声 有些局促不安 你和我道什么歉 我有些莫名 就是 其实我并不柔弱 我和何清凌说着说着 竟哽咽起来 我轻轻一笑 伸手勾了下他的发尾 其实我很高兴 他猛地抬起头 眼中有些惊讶 真的 我很高兴你并不柔弱 你有能力保护自己 不主动伤害别人 也不认人宰割 这样很好 我留声解释着 内心非常惊喜 何清凌有这样的一面 我一直怕你被欺负 现在终于放心了 何清凌想勾起唇角 却舒然落下泪来 默默姐 你真好 我上前一步 给了这个坚强的女孩子 一个大大的拥抱 拍着她有些单薄的被鼓励 你也很好 特别好 原来她不只是温暖的小太阳 还是勇敢的小刺猬 与何清凌道别后 我慢悠悠地坐上了保姆车 却突然接到了爱姐的电话 她火急火燎地 让我赶去公司商讨公关策略 我打开微博一看 陈默思生活混乱挂在热搜第一 身后跟了个抱子 和剧情中一模一样的事情 还是发生了 翻着上面爆出来所谓的亲密合照 感受着我的生活 又和剧情有了重合 我反倒异常淡定 坚定地相信 一切并不会按照 小说中的既定情节发展 陆然却无比焦急地打来了电话 语气中满是气愤 却还在细心安抚我的情绪 老婆别着急 这种假料都有人发 我现在立马找律师告他们 一定会揪出来幕后黑手 听着她愤愤的语气 我反倒安慰了她几句 随后陆然的律师团 和我们公司的辟谣声明 齐齐上阵 总算压下了一点舆论 可晚间又有人带起了节奏 很明显 是有人刻意出手 想要置我于死地 我仔细筛选着 可能得罪的人 却想不出个所以然 我不爱交际 在圈内朋友少 敌人更少 我被迫停下一些商业活动 安心待在家里休假 整天看着路然忙进忙出 一边冷酷地给助理下指令 一边还在帮我挑碗里的胡萝卜 颇有趣味 选秀总绝赛前一晚 热搜再次沸腾 李影音诽谤 雇佣水军在网上散播 我的不实消息被起诉 王源也被曝出出轨多次 两人表面恩爱 实际婚姻早已破裂 网友奔走吃瓜 爱姐也在我旁边愤愤不平 就因为领导新戏女主选定了你 没定她 她就找人黑你 什么人啊 这是爱姐说着说着 看了眼浑身散发低气压的路然 看了眼手表演技浮夸地嚷嚷着 哎呦 居然这么晚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明天我来接你赶通告啊 默默 再见 看着爱姐火速逃离的身影 我好笑地戳了戳路然腰间 摸着她硬邦邦的腹肌撒娇 干嘛沉着个脸 看你把爱姐吓得路然顺势将我搂进怀里 嗓音低沉 对不起啊老婆 我这次没有保护好你 傻瓜 你已经非常好了 我抱着路然脖梗 吻了吻她的唇角 如果你是一本书的男主 但我不是女主 怎么办呢 路然皱着眉头看我 一脸不可思议 不可能 我的女主角一定是你 如果不是呢 那那个男主角一定不是我 因为我只认定你了 我看着路然认真的眸子娃尔一笑 是啊 那个小说中的路然和陈默不是我们 现在存在于彼此眼中的我们 才是真实的 第二天选秀总决赛 何精灵不负众望C位出道 万人瞩目的舞台上 她手持话筒感谢了我 成功让路然又黑了脸 我好笑的揉了揉她的头发 和她手牵手漫步在江边 这一刻我无比安心 因为在我身边的 就是我故事中的男主角 是我早已认定 准备携手度过一生的人 不需要去恐惧还未发生的未来 只需把握现在 便会得到最好的结果 全文完